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VUE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越发完善的VUE命令行工具 是这样 咱们如果采用VUEGS来开发咱们外面应用的话 一般来说 不是说在单独一个网页中 嵌入VUE的库 然后进行开发 而是说将咱们整个的VUE工程做成一个项目 然后整体开发 然后比如说咱们规划咱们整个VUE应用的组件 头部脚部各个小部件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以及数据通讯 咱们应该给它建一个完整的VUE的VUE项目 那么怎么做到 就要用到它的命令行工具 今天咱们就来讲解一下 好 咱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咱们就进行一个VUE密探工具的最新版本的安装 以及最基本的使用的讲解 今天咱们使用的平台是Ubuntu 2004 这个是最新的LTS版 同时咱们会用到NodeGIS的VR 是这样 我在前期视频中给您讲解了如何在Ubuntu 20上安装NodeGIS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那个视频 因为今天咱们会用到里面的NPM的命令 好 那咱们先少续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VUE密探工具的官网 我给您访问一下 我这开一个Clone 好咱们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它的官网 同时支持中文 这地方可以选中文 这是咱们中国人开发的 对不对 这里面详细讲解了如何使用这个工具 包括一些参数的调试 这个没关系 这个咱放到高端去讲 咱们先一点点的做 好 那么咱们该怎么安装和简单的使用这个工具呢 马上讲解 首先咱们应该先安装NodeGIS 是这样 为什么要安装NodeGIS 是因为它使用NPM这个包管理工具 来管理这个VUE的命令和工具 所以说咱们首先先在您的本机上安装NodeGIS 我本机已经安装过了 如果您还没有安装的朋友 请用这两个命令进行安装 OK 安装完之后 咱们马上就开始 怎么做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咱们安装一下VUE的命令工具 我这多了个E 现在把它删掉 好 怎么安装 这行命令就能够安装 SU-DO 这是咱们超级管理员的权限 然后NPM install 安装什么 安装-G 安装到咱们全局去安装谁 安装VUE的命令工具 好 咱们试试 我本地正好开了一个终端窗口 咱们就安装一下 注意看 Go 输入密码 一般是那个最弱八倍 开发机 咱们用最弱八倍是没有问题的 音乐 OK安装完成了 好咱们回到 咱们安装完之后 咱们应该先确认一下 咱们安装的版本号是多少 使用VUE空格-V这个命令 好咱们看一下 没问题吧 446这应该是最新的版本 好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 是这样 咱们要通过VUE这个命令工具 建立咱们自己的web项目的话 这个工具里面有好多的参数 咱们就通过-help来看一下 都有哪些参数可以用 对吧 清一下屏 清屏 大家知道吧 在这个Ubuntu下 清屏是Ctrl加L 这是一个小知识 好咱们看 VUE这个命令 都有哪些个参数 大家请看 参数选项 都在这个地方列出 咱们就来简单的用一用 怎么用 我给您以一种最简单 最入门的方式使用它 怎么使用 咱们往下看 咱是这样 以前我给您做过一个视频 讲解VUE command命令的3.x的具体使用方式 在那个版本里面 这个UI工具还是测试版 但是现在已经作为正式版了 咱们试一试 VUE-UI 咱们看一下 如果使用 注意 Go 多了小火箭 是吧 好 大家请看 它给咱们做了一个web服务 也就是说 它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基于web版本的管理VUE工程的工具 大家请看 它已经自动起来 因为我是第一次使用 所以大家请看 什么都没有 对吧 然后这是我本地的文件夹 咱们就在这个文件夹下 建一个咱们自己的工程该怎么做 请往下看 Go 在这个地方 咱们点下面按钮 建立一个工程 这是一个web工具 好 咱们工程名叫什么 比如说我就叫myweb 可以吧 OK 然后这个包裹领器 我说了 咱们一般用NPM 现在最多这个样用的比较多 咱们 这次咱们课程用NPM 其实这样用还真多 包括我过两天要给您做这个Luby的课程 这个Rails的课程 它里面也会用到这个样 好 咱们先显然少叙 咱们先用NPM 然后咱们看 这个不用管 这个不用管 这个是Git仓库 可以用 可以不用 咱们展示不用 无所谓 然后这个地方是默认的设置 一般的来说 您选择默认就够了 它给您匹配这个Java的代码 同时呢 要做这个代码的这个检测 没问题 咱们选择默认就可 有朋友说 我不想选择这个默认 我想手动行不行 没有问题 手动当然也可以 手动默认 这两个还是挑战 但是咱们选择默认 为了兼容一般的这个出现者的朋友们 对不对 以后 这个手动配置里面的这个选项 一会儿咱们都可以通过它的工具台进行安装 它都给它提供了这个方式 对吧 咱们先选默认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正在创建 好 咱们回到这个控制台看一下 大家请看 它这个外部版本这写的是正在创建项目 其实后台正在跑 咱们再回来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项目创建完成 大家请看 项目创建完成之后 它会进入这个 咱们刚刚创建好的这个项目 对不对 这个地方有个叫做安装开发版工具 这个推荐您安装 但是这个机能课程 我不给您介绍 以后会给您说 这个开发挑战工具的使用方式 那今天咱们干什么 咱们进入到咱们这个MyWeb的工程里面 对不对 咱们通过这可以回去 对吧 OK 咱们进入这个工程之后 咱们干什么 咱们给它装一些个 咱们需要用到的全局库 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插件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依赖 我给您讲解一下 这插件跟依赖有什么区别 依赖是说 咱们这个VUE工程 需要用到哪些个第三方的库 比如说数据库 比如这个各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第三方组件 比如这个UI的CSS框架 对吧 这个地方是可以安装依赖 那么插件是什么 插件是说 我的VUE和刚才的依赖 怎么把它关联起来 是需要通过插件进行关联 说可能有点抽象 没关系 咱们先来 这个地方是都要装的 一个是装这个VUE的路由 一个是这个VUEX 咱们都把它装上 OK 咱们装完了刚才在路由 咱们再装这个VUEX 这个是做这个状态管理 咱们也需要装 过两天 我再给您讲解一下 这些 用这个VUE的工具 如何建一个工程 我自己做了一个模板 以后也都会给您想到 请不要着急 大家请看 咱们周安寿在这一代的地方 多了这个VUEX和刚才的路由 对吧 这个其实 作为这个VUE工程来说 它们也算是第三方库 这第三方库 通过插件 这两个插件 把它连接起来 连接到咱们当前的库 有这个出来者朋友可能听不太明白 这没有关系 你就通过这个方式 进行安装 就可以 好 那咱们先少续 咱们目前这个工作 就算是完成 但是我想咱们除了装 咱们VUE 官方提供的这些个依赖之外 咱们再装一个 咱们自己的 装什么 Bootstrap 怎么装 大家请看 这地方可以点 这个安装依赖 对吧 好 在这地方 它多牛毛裤 都在这儿吗 咱们在这儿敲 Bootstrap 最新给咱们的版本 是4.5 咱们点击它 然后选择 这个安装 Bootstrap 就可以进行安装 这样的话 等于说 咱们这个外部工程 装了一个VUEX 装了一个VUE路由 同时 咱们还装了一个 CIC的框架 Bootstrap 对不对 OK 咱们都装完 都装完之后 咱们回到这命团工具 可以吧 咱们选择C退出 咱们都装完了吗 对不对 再回来看一下 红了对吧 什么都已经连接断开了 对吧 OK 这个都装完之后 该怎么做 咱们启动这个项目 看一下 咱们刚刚生成库的 一些个最基本的初始设置 好 咱们来试一试 刚才咱们建的叫MyWeb 对不对 咱们进到MyWeb 然后咱们敲什么命令 大家请看 咱们敲这个命令 启动这个工程 这个是咱们刚刚建的 VoE的Project工程 对不对 启动起来 访问本地的8080端口 来看到它 咱们试一试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VoE的命令 工具给咱们建的 默认的酷的样子 就这么两个路由导向 是吧 没有什么东西 好 那咱们就改写 简单的改写一下 刚才咱们是不是用到了 Booter Strap库 安装了吗 对吧 咱们就使用一下 怎么使用 我的课件中都有 咱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如果咱们打包发布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命令 好 咱们不管 往下走 怎么用 大家请看 我在刚才 这个是刚才咱们建的这个文件 加MyWeb工程 对吧 找到这个Main.js 在这个地方 对吧 这是咱们整个Web用程序的入口 在这个里面 稍等把它关掉 这里面 咱们敲上这个Import 把刚才咱们的那个Booter Strap库 引用进来 我就口味到这 可以吧 存盘 然后 咱们再改写一个这个 Hello World组件 这是默认的组件 咱们可以 以后我会给您讲 如果分配组件 现在咱们就用它默认的组件 干什么 这个地方 把下面这个命令加进来 它这Hello World组件 就是咱们页面中看到的那一大堆 不想看到的按钮 就这些东西 对吧 好 咱们不管 咱们试一试 在Hello World组件里面 把刚刚咱们要的这个内容拷贝进来 这都可以不要 删掉 就保留一个Hello Message就够了 咱们改完咱们的代码之后 咱们运行一下 看看发生了什么变化 它应该是自动热编译 OK 回到咱们的组件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刚才那些个内容消失 同时多了这些个BlueStrap的颜色按钮 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咱们今天都干了些什么事 咱们通过命令行工具 建立了一个VUE的工程 同时咱们导入了第三方的库 对吧 这第三方的库当中 我给您演示了一下 BlueStrap的使用方法 包括这个VUE VUEX 包括它路由 咱今后都会慢慢的讲解 其实我以前的课程中 都给您讲解 有兴趣朋友也可以看一下 没问题吧 OK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最后 大家请在这个地方 我再给您多说一句 是这样 咱们启动这个项目调试的时候 默认的端口 大家请看是8080 对吧 有朋友说 我想改一改行不行 8080 我这个机器可能被其他的应用软件占用了 能不能改这个端口号 当然可以改 怎么改 在咱们的这个Package Jason里面 您只要加上这么一句话 就会随意改变您调试服务器的端口号 咱们再试一下 Package这个地方 放到哪 就放到这倒数第二行吧 放到这 好 加上这么一句话 然后咱们再启动 看这端口号是不是就变成8088了 试一下 刚才大家请看 这是8080对吧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没问题了 变成8088 那咱们再调试开发的时候 这个地方敲8080就不行了 对不对 要改成8088 没问题吧 出来了 完全的没问题 然后有朋友说了 他说你这些参数 我都该怎么设置 我想查查手册该怎么查 我这个文档中给您写了 您只要访问这个URL 就能够看到它多如牛毛的设置 咱们看一下 好吧 这地方所有的设置 都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OK 我看有些时间关系 今天这个视频 做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就给您分享了这么多 如果想用VUE 来开发您 外部应用程序的朋友 不妨使用一下命令行工具 让您的工作效率大大的提高 OK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然后我的GitHub 是这个网址 然后我的官网 是这个comavideo.com 有兴趣 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